现在无脑打新股了 大家好,我是团长 最近6个交易日 10只新股跌破发行价 股民哭了,平运起亏钱 放在过去,中了千肯定赚钱 现在呢,普遍跌破发行价 从22号开始 最近几天每天都有 跌破发行价的新股 尤其28号上市的陈大生物 当天收盘 跌了将近30% 中一千亏1.5万 让人大跌眼睛 那么其实,不光这些新股 跌破发行价 近期打新中千的收益率 也是突然下降 你看半年平均的 中新股都要赚两倍的 但你看到10月份 都已经低到60%了 10月份开始 新股中千率已经开始下降 大幅下降 那么为什么呢 新股为什么突然在10月份就破发了 根本原因呢 是在9月18号 发布的科创跟创业版两大 注册字板块的 询价新规 这个新规实际上是变相的提高了 新股的发行报价 鼓励机构 按照合理的价值进行报价 不再用 特意的降低报价 那这导致新股发行的时候 估值明显提升 相当于提前透支的上涨空间 也就是它上市的时候就已经很贵了 以前很多新股 发行价 发行的估值只有十几倍二十倍 那么它同行业的股票 可能都五六十倍的 所以它上市肯定得涨 但现在呢 按照合理的价值 在同行业已经上市的给多少钱 那你上市当天就给多少钱 那这个这样一来的话 是吧 没有差价了 所以这样子呢 对一级市场的人是好事 但对二级市场的人来说呢 是吧 你中签 必定赚钱 那我们比较一下 9月18号前两个月发行的新股 平均的发行市益率是30倍 中位数是20倍 那都是比较便宜的发 那18号之后呢 市益率已经提高了 那么近期破发的这两个新股 他们的市益率60倍 61倍 发行的估值都不便宜 都挺贵的了 你让他们再涨两倍 涨到一百多倍吗 不可能 对吧 所以 估值太贵了 那么你一上市就跌 那么跌的原因呢 也就是现在新股呢 越来越多 对吧 你必须合理化 不像以前啊 新股比较稀缺 大家看 IPL的加速 以前 你看13年 零头呀 但这两年 今年的数量已经 上半年啊 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募集资金的话 每年 一年比零多 去年是最多的 那今年我估计 也会比去年更多 因为今年还没结束呀 所以新股越来越多 上市公司越来越多 你让 这些新股上市就暴涨 哪来那么多钱 就炒作他们呢 极度分散化了 新股不再稀缺了 以前喜欢炒新 但现在新太多了 那么德邦证券预计了 未来打新的收益率 预期回报率 会降到5%以内 但要 跟西方 对吧 跟香港市场 跟美国市场一样 新股上市 不是百分百赚的 一半涨一半跌 所以以打新作为 主要投资收益来源的 绝对收益投资者 考虑机会成本 将逐渐退出 也就很多人 有一些投资者 他来买股票 他是为了打新的 对吧 他只靠中签赚钱 其他的股票 就是为了买 这个认购的额度 一般就是一些银行 非银金融 食品饮料 这些股票 很多人买 是为了打新的 这些市场比例 比较稳定 但这部分资金退出了 会对这些行业 有些影响 对吧 大家不来打新的 因为打新 不一定赚到钱了 再一个就是对于 股指期货投资者来说 对冲型打新资金退出 对贴水现象 将有有效的改善 因为我们知道 A股的股指 贴水是比较明显 说到里大家都未来都是看空的 都认为跌更容易一点 所以一直贴水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打新 不一定赚钱了 这种无脑式的方法 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这样也是合理的 凭什么 中钱就一定赚钱 这样太无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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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